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8年9月底 当东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锦州附近的时候 国民党军队感到十分意外 国民党知道这仗一定会打起来 但是东北这么大一片土地 解放军竟然首先攻打锦州 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蒋介石马上就清除了解放军的策略 就是要先切断他的攻击 将他的军队关在关外 大军当前蒋介石将如何应对 9月24日 蒋介石召见大将魏力皇 要他出兵支援锦州 26日蒋介石 右派参谋长顾铸腾飞往沈阳 要求沈阳出兵 这样一支队伍从东边沈阳出击 另一支从华北出击 给东北野战军以前后加击 但是魏力皇经过分析 认为林彪作战 一定是围城打员 如果出城迎战 就会中对方的埋伏 跟对方的苦力遇上 这样损失严重 失去主动性 所以不能轻易动兵 这可正中了毛主席的下怀 我们说毛主席是军事天才 他天才就天才在这里 如果当初采用了林彪的计划 岂不是让国民党军队一眼就识破 而东北野战军用的是毛主席的计划 这让国民党军琢磨不定 这一犹豫三天已经过去了 林彪没有浪费时间 在这三天里 他带领东北野战军 打下了锦州周边的塔山和星城 破坏了锦州机场 包围了锦州北边的一线 至此 锦州与外界的地面联系已经彻底切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